村头的坟墓凭空出现了一个洞 看痕迹应该是刚挖的 晚上还看到个黑影一直在周围晃 这诡异现象令村民倍感不安 隔天坟头上又出现了一只狗 一直在附近徘徊 有人靠近就会大叫 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趴在坟墓上 这狗并不是村里的 为啥会一直守着坟墓呢 村民觉得可能是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 节目组让大家不要迷信 想要找到原因 看来得从坟墓下手了 但这都是老坟了 在村里问了一拳 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谁 但很快一位前来扫墓的大妈 告诉了大家一个关键信息 说前段时间来扫墓见过这狗 狗狗是有主人的 接着大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狗链的 而且每当车经过这里 狗狗都会警觉地注视着每一辆车 大家猜测狗狗应该就是被遗弃在了这里 它一直在等主人来接 大家决定帮它找到主人 各种途径都是过了 甚至连派出所都去了 也没有找到 坟墓下的洞也是它挖的 平时就住在里面 大家都很担心它的健康情况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它提供食物和一个狗窝 它远远地待在一边 谨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 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 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 大妈表示在没找到主人之前 自己会好好照顾它的 母亲在荒漠搭建帐篷 用来圈养11岁的女儿 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 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 甚至还在食物里添加不明液体 说是对女孩好 记者看到都大吃一惊 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当地有个奇葩习俗 以胖为美 这里大部分地区都很穷 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 女儿尽快出嫁 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 而且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 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 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 赶紧嫁出去 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 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账筒圈养女孩 她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 目的就是长标 她现在体重78斤 喂养结束后 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 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 每天早上要先喝一盆加糖的骆驼奶 再吃掺了黄油的玉米糊 女孩需要两个小时内 把所有的食物吃掉 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 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 这仅仅只是早餐 记者翻开杂志 让女孩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 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 都觉得不好看 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 她们都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 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 男人说妻子越胖 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 接着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 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 身材不太行 很快到了午餐时间 这顿饭她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 再加上晚餐 她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 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 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和女孩吃一样的早餐 结果吃了三分之一就吃不下了 只能出去散布消食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 在另一个增肥营 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 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 目的是称大女孩的胃 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 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 有的女孩边吃边吐 母亲却并不在意 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 吃了让人昏昏欲睡 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 大吃一惊 这分明就是违禁品 根本就不靠谱 但市场上却随处可见 据了解这种药确实有增重效果 副作用同样严重 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即使这样 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 再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 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 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属实悲哀 大白天她用一整块黑布 把灯遮了起来 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红豆 让它分散到每个角落 之所以这么做 只因这天花板有点怪 狗狗不分咒烈地盯着天花板狂叫 叫声充满了恐惧 就算拿她最爱的食物 也不能转移注意力 吃两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 这诡异现象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 当时爷爷去世了 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 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 不分咒烈地对着天花板叫 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 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 他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于是把热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 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 然后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 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 狗狗突然就不叫了 看来问题找到了 可还没过两分钟 狗狗再次叫了起来 实在没办法了 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看看 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 去物业一问 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 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 这就有点诡异了 而且监控显示 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 身体还不停颤抖 连主人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 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 专家观察片刻却笑了起来 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 可以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细微的噪音 接着拿一气一测 果然有声音 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 这种声音人类是听不到的 但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 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 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 是因为刚搬家 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很明淡 才导致他不停地叫 并没有什么鬼魂 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录下这个声音 然后调高音量 反复放给狗狗听 期间再给他一些奖励 慢慢矫正认知 让他爱上这个声音 果然经过多次脱米训练 狗狗不再乱叫 很快就睡着了 他是真的累了 大妈只是在加重了一个盆栽 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 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 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 十多天就长到了三米 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领端 一夜过去了 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 据大妈介绍 这盆栽大有来头 前段时间他做了个手术 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 什么都没说 就把这植物送给了他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 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 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 认为他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 从那时起 大妈每天精心照料 浇水都用山泉水 刚开始他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 没想到十多天竟然疯长到了三米 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 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他生长 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 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 名叫龙蛇兰 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精 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 据说每三十年才会开一次 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 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 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 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 龙蛇兰一生只开一次 那就是一旦开花 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 大妈显得很伤感 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 大妈又恢复了笑容 一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龙蛇兰针就开花了 艳丽的黄色花朵 看起来好像一把火锯 上面还泛着光 蜜蜂都被吸引来了 最终高度也达到了三米六 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都想来沾沾好运 据说龙蛇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 众人纷纷点赞许愿 这道越南美食我保证你没吃过 食材必须提前一周预定 处理食材最关键的工具 就是食指和刮胡刀 这道越南美食就是爆炒猪脖衣 食材闻起来虽然有些大海的味道 但做好后味道很棒 不幸你看大妈吃的一脸享受 清洗至少就需要一小时 去新三件套稿里头 再切上几个小柠檬 就这么使劲揉搓 接着把食指插到里面反复搓起 必须把残留的白浆都清理干净 老表的手法也是相当娴熟 平时肯定没少练习 其实我感觉切开洗的会比较彻底 至于老表为啥这样洗 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手感吧 挨个捅了几分钟 看起来确实白净了不少 接下来就要用刮胡刀把毛刮干净 否则吃到一嘴毛还是挺影响性质的 就这样完成了食材的初步处理 看起来饱满了很多 捞出来过遍冰水 顺便再清洗一下 这样做出来更脆爽 接着切成厚厚的薄片 挤上辣椒酱 用手抓匀 简单腌制一下 接下来起锅烧油 葱姜蒜爆香 倒入猪锅一番炒 期间加上几片羊桃大火番炒 淋出锅再撒上灵魂相通 这么一道越南美食就做好了 有一说一看着还不错 当地讲究已行不行 接着让大妈尝了尝 大妈挠了挠屁 必由未尽地表示还不错 建议艾特尼奈吹牛薄衣的朋友 也来试试 他从不买菜 天天却有吃不完的蘑菇 他却怕到不行 因为自从搬进新房后 房子竟然开始长黑色蘑菇 一天就能长高半美 到了晚上还会化成一滩黑水 看着非常圣人 拔掉后隔天就会重新冒出来 还越长越多 业主直接被吓哭了 把地板拆开才发现 情况比想象的还可怕 蘑菇就长在卫生间墙角 大概一个月前 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 当时他也没在意 直接拔掉了 但没过几天 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 再次冒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直到最近这次 一下子竟然长出了七八度 甚至其他地方也开始长 卫生间吊顶上尤其严重 蘑菇白天是白色的 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 还流出黑色液体 看着实在诡异 他找来物业处理 把地板拆开后发现 下面不仅异常潮湿 而且黑曲曲的一片 研究了半天 也没找到具体原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卫生间防水没做好 有明显的渗水现象 接连四次长出蘑菇 还一次比一次多 自己住着实在不舒坦 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 开发商却一口咬定 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 死活就是不给退 实在没办法了 他找来了节目组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 于是记者找到了军类专家 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 叫做墨汁鬼伞 专家表示 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 但蘑菇是可以吃 不过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 但最好不要喝酒 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 不过专家强调 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 他都不建议食用 至于他家为何会接连斩蘑菇 专家猜测木地板上 应该有很多的包子 包子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 再加上地板潮湿 刚好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 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 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 就要彻底解决墙角斩蘑菇的事 专家建议 第一就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 第二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 在记者的帮助下 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 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 目前已经对卫生间墙角进行了整改 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 地基也进行了清理 之后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 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